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虽然如今中国这次的公共事件似有好转的迹象 但稳经济稳就业的另一场经济领域的战役却刚刚开始 面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形势 中国总理李克强最新喊出了中国不再维GDP至上 而发出稳就业大盘的口号 有分析指出李克强释放不同寻常的背后 恰恰印证了中国经济如今深陷重重危机的窘境 路透社文章指出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新表示 所有相关部门在考虑全年工作的时候 都要把稳就业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并称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 经济增速高一点第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 李克强还特别强调 下一步要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 还得靠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 靠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 报道指出 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12日在北京表示 2020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874万 同比增加40万人 然而就业岗位却大大减少 仅作为应届生岗位的创造主体的10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 应届生需求同比降幅就达到了60% 也就是说 今年全中国874万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境遇 除了高校毕业生 中国还有高达2.9亿的农民工 这次事件也让农民工劫后返岗工作落了空 如何帮助毕业生和农民工这两大就业群体保住饭碗 找到工作已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头号难题 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作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今年2月汽车的销售量比去年统计大跌 跌至31万辆 跌幅将近80%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而且已经是连续20个月下跌 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正几乎政府提供政策扶持 挽救并年崩溃的汽车业 如今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惨淡已成定局 多透社此前调查了国内外的40多名经济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的预估中指为 第一季度经济增幅将从2019年第四季的6.0%降至3.5% 较2月14日调查时低了一个百分点 如今中国企业在经历了口罩荒 招工难 原材料不足的种种难题后 终于开始复工生产了 但复产后才发现上下游不通 供应链不畅 最令企业忧心的是没有后续订单 难以为继 因为很多企业现在生产的都是在这次事件之前借的单 如果没有新订单 企业难以撑过两个月 之前在复工路上所做的努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另有分析称 在过去几年经济萧条中 中国中小企业已倒闭不少 仅2018年上半年就倒闭了500万家 也许是数字太出目惊心 之后就没有类似的数据统计了 而目前中国很多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 一旦到4月底不能复工 企业新金流将耗尽 就算政府有免赦保政策 就算可减薪都于事无补 剩下一条路就是倒闭协业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当地实现周三表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 对中国军工企业的投资情况 对美国投资者来说 这涉及到巨大的安全问题 Kalpas是美国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 为160多万加州公共雇员 退休人员 及其家人管理退休金和健康福利 路透社的报道 奥布莱恩称 Kalpas的一些投资政策非常令人担忧 因为很多人要靠退休金养老 而把这些资金投向并不遵循美国会计准则 报告要求也不同于美企的公司是很可怕的 美国众议员班克斯上个月呼吁加州 开除该基金的首席投资官孟宇 称其与中国当局维持长期且融洽的关系 班克斯还质问了该基金在中国企业的投资 班克斯表示 最起码理应彻底调查一下 孟宇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并比较该基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 在孟宇2008年售雇前后有何差别 据了解 孟宇在中国出生具有美国公民身份 她曾两度售雇于Kalpas 第一次从2008年起 第二次则从2019年1月开始 担任CIO管理4000亿美元的投资 其显示 在那两段售雇期之间 孟宇曾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任职三年 班克斯还援引中国人民日报一篇网络文章 声称孟宇当年是经中国千人计划获聘外管局 千人计划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视为 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非传统谍报的一部分 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11日傍晚 一致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 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 完成国会立法程序 并送交川普总统签署生效 此前众议院以415票赞成 无人反对 一致通过正下法案 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强化台北对外关系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及强化美台贸易关系 根据美国立法程序 国会两院通过法案之后 总统有10天考虑签署或提出反对 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 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 台湾中美代表书表示 诚挚感谢美国国会两院两党 以致以台北法案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 并支持台湾的外交空间 国际地位 国际参与空间 以及深化台美经贸与安全关系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星期三提出议案 要求停止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 同一天 美国国会即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发布最新报告 引述多家国际媒体报道 描述新疆农场和工厂 广泛存在着强迫劳动的现象 与此同时 另一部涉及新疆的重要法案 有可能很快获得两院政策通过 并送交川普总统签署 在参议院方面 持续推断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 卢比奥参议员透露 目前正在参议院进行版本协调工作的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有望在两周后取得新的进展 卢比奥表示 目前正在敲定最终文本 要从不同委员会获得 每个人书面形式达成的协议 之后就可以送交到院会 我认为应该可以 在不用唱名表决的情况下 无意义通过最终协调的版本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去年12月初 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后 送回参议院进行协商 等待再次表决 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早在去年10月已获得参议院 无意义通过 但由于众议院版本增加了一些内容 使两院通过的版本不尽一致 因此需要参议院再次审议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拟题法案 阻止中国华为利用美国金融机构 从事违反美国制裁令的交易 路透社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计划在3月12日 公布一项法案 禁止美国公司与生产5G电信技术 并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的外国公司 进行重大交易 该法案发起人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查尔斯·舒默 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和众议院共和党参议员迈克·加拉格尔 多位两党国会议员也表示明确支持 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 并将华为纳入管制对象 那么该公司与全球客户的某些交易 将无法使用美国的银行处理汇款事宜 目前全球大多数的美元付款 都是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交易 美国司法部去年1月指控华为和孟晚舟 涉嫌通过香港新通科技公司 将美国商品和技术非法送到伊朗 并且欺骗西方银行将资金转移出伊朗 参议员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现在是川普政府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 阻止华为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时候 如果允许中共通过华为控制全球5G网络 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参议院加拉格尔表示 我敢肯定白宫队议员的新提案将会有一场辩论 但我希望说服总统这是必要的法案 至少要在5G方面与华为相抗衡 并且保持西方公司争夺6G 甚至更高技术的能力 据了解该法案有一些豁免条款 例如允许华为继续从事与3G和4G有关的交易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活动 以及授予总统最多90天的豁免权 美国国务院发表2019年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 结论指中国大陆中央政府在香港执行或缩时 似乎抵触了基本法和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给予香港高度自制的一连串行动 2019年香港历经接近8个月的抗争运动 期间港人所应获得的政治权利保障受到损害 报告书特别指出 警方在街头运动时采用过度执法 损害港人的人权和自由 但港府视而不见 由于美国国会去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总统川普并已签署惩罚 国务院这份报告会会成为 美国是否对香港进行制裁的一个考量 报告书又指出 大陆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频率 以及香港政府配合大陆指示的行动 也在增加之中 加速过去一段时期的反面趋势 报告书的结论同时指出 香港大致上仍然可以在一国两制项的框架下 维持一个足够的自制水平 从而仍可获得美国寄予香港 在香港政策法案下一个特别待遇 但报告书警告 香港的自制已经在削减之中 香港特区政府针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发表声明 予以反驳并重申 外国政府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中共广电总局早前曾针对演艺圈寄出 献心令 献鼓令 献击令 近日又惊传广电总局重拳出击 实施献击令 网友纷纷猜测 拥有美国国籍的刘宜飞 移民加拿大多年的吴亦凡等众多明星艺人获受影像 近日大陆网络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 献击令内容大致如下 一 有过污点或造成网络舆论的艺人不得选用 二 港澳台有过不当言论的艺人不得选用 三 外籍艺人不得选用 显然上述文件的第三点是此次献制令的最大堪点 外籍艺人不得选用的表述显然是此次专门出台的献击令 顾名思义 献击令针对就是在娱乐圈发展的外籍艺人 虽然所传文件中并没有列出演员的名字 但有爱国网民早已统计出了一份详细的名单 其中包括刘依飞 吴亦凡 张铁林等人在内 外籍艺人多达24位 公开资料显示 女星刘依飞是美国籍 男星吴亦凡是加拿大籍 而国际舞打影星李延杰则是新加坡籍 香港金汇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 资深中国新闻记者吕炳权接受自由亚洲采访就表示 双重国籍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无论是娱乐圈 政界还是商界 任何有权有钱有势 有能力离开中国拿外国护照的人 都会去国外买一个保险 背后说明大家对中国制度和保障没有信心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请 fate